欢迎收听国考一战 大家好,我是正常柳静 好,我们这一集一样在讲那个 十二星座国考上榜攻略 猜猜哪个星座最容易上榜了 85集 好,这一集的release的日期是 9月23日星期五 9月23日星期五啦 我们的国师 今天他说他最近中秋节过后吃太多了 去运动一下 减油 一下 所以今天 有站长我来讲 对 好啦,开玩笑的啊 上一集啊,我学国师是因为 是我觉得,嗯,要应景一下嘛 毕竟他是我们全台湾那个 星座的第一把教椅嘛 星座专家第一把教椅 然后我就在那个 录Podcast的开播前 花了十分钟 看一下他YouTube 然后我想说 到底模仿他 他有什么特点 后来发现 那个国师啊 有几个特点 大家如果想要模仿尾牙 对,年底尾牙到了 想要模仿 还是万圣节 啊不是啊 反正你尾牙如果想要模仿国师 我发现他有几个特点 就是你要戴假发 对,因为我这个Podcast 没有影像嘛 假发就算了 但是我发现他讲话啊 我猜 我猜国师应该是 外省人了 因为他讲的自正腔圆 然后 还要卷舌 然后他讲话 玩啊 都会有鱼注射 我们今天的天气 晴时多云 偶振雨 大家要注意哦 然后他会吃播 吃很多东西 因为厂商赞助的 他点阅率很高 一定很多业配厂商 然后看他的 嗯 那个 Look 就很适合给他 做吃播的节目 吃得很开心 然后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 嗯 哈哈哈哈 他有很爽朗的笑声 对吧 就渲染力十足的笑声 我就 我就那个 综整了一下 模仿他的那个精华 然后试做看看 好啦 不管那 我们直接进入等一下的主题 因为刚刚我送我找 那个小学 小孩去上学嘛 他今天等一下要那个 学校要参访 然后等一下又要跟小编开会 对啊 我今天就 赶快录一录 好 我们这一集release的日期 是9月23日 星期五啊 然后最近有一件 很开心的事情 就是 我老高 终于要都回来了 他现在 我录音的今天 他还在防疫旅馆 还不能出来啊 只是 台湾的那个防疫 真的很奇怪 说什么 4加3还是3加4 我管他什么 懒交几百小 明明就是4加4 前面4天要住旅馆 你都不准出来 然后后面4天 你就知道 一个人 你要单独住 然后喂浴 单独的喂浴 你不能跟家人在一起 可是白天可以哦 白天可以有人与人的接触哦 晚上不行 我想说 这是什么鬼政策 而且是4天 就4天加4天 没有什么4加3 我赶你娘七八什么 鸟政策 到底哪时候才会跟国外一样 可以直接出来啊 好烦 哎 疫情之下 其实 大家可能 不知道了 这个新闻也不会爆 完全不会爆 很多在海外 念书啊 工作 的 台湾人啊 很久很久没有回来了 两年 三年 都有 对啊 然后你 看到那个 那个机场 就是大家都 已经隔两年 没有相见 然后就抱在一起 之类的 然后 我记得 我上次去按摩吧 对 帮我压缴一个师傅 他就跟我说 哈 你那两年 不算什么啦 以前啊 那个什么 什么 他爸爸啊 因为他 他说他是 欧阿汉吉嘛 他爸爸是外甥老兵 他爸爸去见那个 以前的 大陆那边的家人啊 一隔就是40年 我想 你在讲什么啊 时代背景不一样 你那个是国民党 那个老奖 打输了 跑来台湾好吗 我们这个是疫情 逼不得已 也不一样好吗 对啊 隔40年 好 我在想 如果我跟我老高 隔40年 没有见 应该 也许各自有家庭的 也许 不在人间的 说不定 好啦 我很多内心的 小剧场 好 那节目开始前 有三件事情 跟大家报告啊 就是 呃 我在 那个 嗯 前几天 有做一个 IG 有做一个 那个 问答 对啊 问答 我就问大家说 因为我最近 这样讲国考 实在讲的好腻 就是 小白一直问 新手小白 听到我的节目 如果他狼性不够 他会问 一样重复性 很基本的问题啊 对啊 然后 这方面我还是会讲 但是我就是简单歹过就好了 然后我就想说 呃 我还可以讲什么 我希望 听一下大家的意见啊 我就看一下 哇 大家有给我反 就是回馈我 呃 希望听到育儿心得啊 或者是什么 行政助理的生存之道 我觉得这跟职场比较相关的 但是 行政助理哦 我觉得行政助理是取代性很高的工作 你自己要有忧患意识 对啊 你要有自己的专业在 要不然你永远都是在公司 被 怎么讲 猜浅来猜浅去的一个角色啊 对啊 然后还有读书一直分心 这就要看你自己啊 看你自己的积极度了 这站长没办法帮你 啊 投资理财 投资理财我陆陆续续会讲啊 对啊 还有减肥哦 减肥我也可以 分享一点心得啊 因为我说过 我最胖的时候是那个 准备国考的时候 我最胖 人生最胖 胖到84公斤 站长个子蛮高的啊 我大概166 167 我本来是166 生完小孩变167 如果有生过小孩的妈妈 这一集你们有听到 应该都知道 其实生完小孩会长高 我变167 嗯 然后 我是一直到结婚前吧 就是要拍婚纱照那时候 我先跟大家讲 我不是先唱车后补票 我是摩羯座 我传统的摩羯座 我是很乖的 就是听奉父母之命 对啊 我其实没有很想结婚 我觉得处在于恋爱关系 是一个很peace的状态 是我妈逼着我结婚的 没关系 我妈不会听我的节目 我妈那时候还跟我说 啊 人生烂 烂就要生孩子 你就快点 结婚 然后赶快生小孩 想要赶快报孙啊 对啊 我妈甚至还跟我说 说你如果不结婚 就是不孝啊 那种亲情的说 我就好吧 顺从 我不结婚的理由 因为我觉得 结婚就是 你还要顾虑到 男方的家人的感受了 你做什么事情 都要顾虑到他们感受 所以就是两家人的事情啊 所以 那时候没有很大意愿啊 即便温老高对我是非常好 他是一个真的很好伴侣 虽然有时候蛮猪头了啊 但是没有什么好嫌弃的 因为跟他交往之后 其实如果有在听我这一集的 我给大家一些感情找伴侣的建议啊 其实好的伴侣是会跟着你一起成长的 两个人一起成长 然后他要接受包容你所有的缺点 这个才是有办法继续走下去 而不是什么长得帅啊 长得正啊 还是对方多有钱的不是 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就是 如果你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 最重要一点是你要看他在面对挫折的时候的态度跟行为跟想法 因为进入婚姻之后会面对很多挫折啊 你要看他面对挫折的态度 如果他是扶不起的阿豆 那你跟他结婚之后会很辛苦 对啊 你可能变未淡亲之类的 那我喝个咖啡 对啊 早上我都自己泡咖啡 就是去那种咖啡工作室啊 卖咖啡的coffee shop 然后叫他们抹好咖啡豆 我都是选那个阿拉比卡豆子 然后有焦糖 带有焦糖 就是比较中烘焙 重烘焙 偏中重烘焙的 然后去磨嘛 然后自己自己泡 自己买那个空白的滤纸 然后就撒 对 我很喜欢听那个 咖啡倒在绿子上面的声音 然后再自己加牛奶 加鸭肉桂粉 对啊 我觉得还不错 好 怎么讲到这 反正 啊 刚刚讲到减肥啦 我是一直离题了 反正我减肥我有很多心得 是一直到那个我结婚前啊 要拍婚纱照 然后 嗯 怎么说呢 那时候就是为了 我那时候其实胖胖的啊 就七十八十几公斤 然后为了不要让弱人口舌 我就努力的减肥 减从八十几 大概七八十吧 减到六十出头 对吧 因为我的骨架大 我的内内大 我觉得减到六十出头 已经是极限了 那个体重已经无法再降了 无法像人家那种女生 五十几四十几 我无法 六十出头是我底线 而且我六十出头公斤 我看起来也不胖 对啊 好 那还有下一个是生活的分享 我都有在分享我的生活 好吃的美食 好 我如果知道看到好吃的美食 我会跟大家分享了 再一次 希望我分享心灵成长 人生哲学 好 好 有机会我会分享了 好 谢谢大家的反馈 好 那 就是 大家希望我讲主题 基本上如果比较大的 我觉得有必要 我会把它用成一个单集 比较小的问题的话 我就直接在节目讲了 那第二件事情 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 我上礼拜啊 就是跟家人去那个 利保乐园嘛 那个后里的利保乐园 我就发现 房间被品还蛮多的 我就问一下 大家到底会不会拿旅馆的被品 我先跟大家讲 赞赏会拿 可是我会看东西 像那个玉帽啊 我不会用到 因为我觉得玉帽一点都不好用 玉帽我不会拿 但是像那个什么 刮胡刀啊 我会拿 还有什么 嗯 刮胡刀 嗯 牙刷吧 我会拿 拿回家 就比如说有 有访客要来住 就是有客人要来住我们家 我就拿旅馆的 那个牙刷给他用 然后我觉得他蛮有用的 然后就有人说 他的家人就是房务员啊 他说基本上 以房务员的角度来说 你有没有拿 他的薪水都不会改变 你拿了 他不会扣薪水 对啊 就是你拿了 他不会加薪 也不会扣薪啊 基本上他们会希望 你全部拿走啊 因为你没有全部拿 他们还要一一的在那边 看那个包装 啊你是不是有拿了 怎样怎样的 然后浪费时间 在那边清点 说我到底要放什么 你不如全部拿走 然后他全部这样放好 就比较省时啊 好以上是跟大家分享的 好最后一个 我就直接破题了 因为上礼拜在讲那个星座 星座有跟大家讲说 那个基础训啊 不是不是 就是那个 哪个星座最容易上榜啊 然后在站场基础训的时候啊 我们班 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啦 我们班啊 我基础训的那个班 有三分之一 大家猜猜是什么星座 没错 就是站长这个星座 摩羯座 所以 以站长 如果大家相信星座的话 你相信星座这个统计学的话 我看到的是摩羯座 靠上公子 是最多人数的 对啊 温老高嘛 是摩羯座 他也是公务员啊 对啊 嗯 不过在公家机关的话 我以前带的公家机关 摩羯座 嗯 还好啦 就比较常态分布 十二星座都有 但是基础训的时候 同学真的摩羯座是 多数 很奇怪啊 因为我觉得星座学是 它是一种统计啊 它就是说你 每个人的性格啊 好像在你出生的那个 月份的天气啊 很热啊 很冷啊 其实会影响你一个人的性格 天性 所以才会有星座学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 我还是会相信一点点 一点点而已啊 对啊 我只是觉得很巧合啊 嗯 好像 以前跟我自己交往的男生 摩羯座还蛮多的 像八卦还蛮多的 对 我发现我不管怎么 怎么 那个 好像跟摩羯座的男生 价值观比较相近吧 而且摩羯座其实它有一个 怎么讲 我觉得是很致命的 缺陷啊 就是在社交的时候 其实摩羯是很闷骚的 你不要看他外表冷冷的 他其实内心是很闷骚的 所以我大学 我高中的绰号 我有跟大家讲 我高中叫皇后 因为跟大家混同熟了嘛 就喜欢讲黄色笑话 我上那个什么 只要不是那个 本科的科目 像上什么 生涯规划课 我记得有一门叫生涯规划课 还有什么音乐课 还有什么 有教官的那个课叫什么 军训课 我都在底下 在跟同学 我还办了一个黄色笑话比赛 然后大家叫皇后 因为是我主办的 然后一直到大学 大学我的绰号叫骚包 好啦 直接进入主题了 我们看 首先来看风向星座好了 风向星座第一个是双子座 双子座其实 我也蛮多双子座的朋友 蛮有趣的 他们个性蛮有趣的 就是喜欢 怎么讲 兴趣广泛 对啊 双子座它其实是 国考特定科目的专家啦 所以他平时国考啊 需要准备 没有兴趣的科目 啊考前再快速复习 擅长的科目啦 嗯 好 我觉得这提供参考啦 如果是我啦 我不太建议这么做 我觉得你还是要平均分布 每一课都要念 你不要什么 什么 某个科目念比较多 某个科目念比较少 不可以不可以 你每一个都要平均的念 对啊 所以我说这个 做参考 因为这一集星座的企划是小编写的 哦 我就跟小编说 哎 这个星座你应该可以啊 你来写 你去看一些星座书 然后给大家一些建议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天秤座 天秤座其实是环境影响实力的代表了 天秤座的国考生呢 需要多多的爬文 国考上版考生心得 然后最好考试的时候要跟朋友一起准备 好 那来看第三个水瓶座 佛系国考生呢 水瓶座需要再狼心一点了 他比较需要理性的思考团体活动 是不是会影响国家考试 然后水瓶座需要减少不必要的无用社交聚会 就是社交聚会有什么同学会啊 什么聚餐啊 之前啊 你自己去想想看 你有没有必要参加这个聚会 对于自己有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 不要去 不要去 去了可能对于你准备国考是有害的 好我们看第二部分的水象星座 第一个是巨蟹座 巨蟹座是国家考试的宠儿啊 巨蟹座在国考前 他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 情绪稳定非常重要 然后用安定的心情来面对国考 好来看下一个 天蝎座 其实我觉得天蝎座也是 专业领域的佼佼者 他蛮常见的 天蝎座就是专心致志的国考考场 五名高手啊 他那里力不从心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念到力不从心 觉得很无力啊 就不知道自己还要猜 在哪个方向在做精进的话 你要需要去思考 自己是为了什么而考 是为了自己 为了家人 为了小孩 还是为了要争一口气 在家族中争一口气 你自己要去想想看 所以他需要制定明确的国考目标 并且直奔梦想啊 对啊 你只要有了梦想 跪着 趴着 都要趴走完 好 来看 嗯 最后一个星座 双鱼座 嗯 我双鱼座的朋友很少 我觉得双鱼座太浪漫了 不切实际 这跟摩羯座是 相反的 好 来双鱼座 双鱼座是热爱 假设幻想的浪漫国考生了 所以双鱼座必须离开幻想 自己的幻想 粉浓泡泡的小世界 然后回到现实 分析国家考试 对自己的利弊得失啊 你要去分析说 自己考上了 有什么好处 家人可以得到怎样的生活 啊没有考上的话 自己会怎样 对啊 你自己要去分析利弊得失啊 嗯 然后 你会 你去分析利弊得失的时候 你就可以让自己更加重视 呃 国家考试跟公务员这个铁饭玩之缺了 好 我们新作的专题就到此结束啦 那来看第 第二部分QA啊 我再喝个咖啡 咖啡真的很好喝 我不知道大家喜欢 咖啡上面喜欢加什么调味 我是不加糖的 我加鲜奶 我加鲜奶 我只加鲜奶 因为鲜奶是最天然的 嗯 然后我再加那个 那个 肉桂粉 我其实是超级肉桂控 在 我们好像从去年吧 台湾从去年到 现在 很流行肉桂卷 可是我只是在台湾流行之前 我之前住日本的时候就很喜欢吃肉桂卷 对啊 肉桂卷的英文 Cinema Roll 那个 对啊 那时候就是 我都会跑去那个什么 Coffee Shop 问他有没有肉桂卷 没有肉桂卷 我直接回头就走了 呵呵 不过有些人 没有办法接收肉桂味道 嗯 然后 想跟大家讲 那个肉桂啊 它有精油 它的精油 其实也是可以稳定你心性的 只是肉桂精油 它的它的调性比较重啊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要比较小心一点 怎么跟他聊到精油 好啦 我们回到转那个国考驿站 嗯 好 来看第一位 欸 欸 LKBBNUYRDVJJIKKDSSN 给柳 我进大大五星好评小铃 我问你三个问题 朋友刚注点了 录取注点了 欸 你好像上礼拜你有没有给我 对不对 我已经在上一集回过你了 那我就 嗯 嗯 skip掉你的那个 问题 因为上一集已经回过你了 对啊 如果你 你觉得我 如果有loss掉你的 讯息的话 那麻烦你再写信给我 好 好不好 谢谢哦 看下面一位 未单身女士 想要索取明信片 柳大日安 目前在IG刷国考贴文 发现柳大的IG及Podcast 目前正在准备三等金剑 想了解柳大被考时期 与生理期的症候群如何调整 感谢柳大分享 愿自己能顺利上岸 欸 我觉得 你是女生嘛 对 你说你是女士 好 我先跟你讲 你要索取明信片的话 那你就直接寄信到我们国考驿站的信箱 好不好 然后留下你的姓名跟地址 姓名地址电话 然后我就会写明信片给你了 对 不过那个明信片是要回馈给有买我书的人啊 你如果有买我书我才有办法给你 你就翻拍一下我的书 对 代表你有买我书 我再寄明信片给你 要不然 这样是对于有买书的听众是不公平的 对 所以你就拍一下吧 买一下我的书 一本三本百五而已 不会占你太多的那个扣扣 好那 你说生理期症候群喔 我自己在月经来的时候 我从小到大 有几次会很痛 尤其是以前当少女的时候 而且那个血量几乎是斜崩式的 所以都要随时注意自己的裤子啊 或是晚上睡觉啊 棉被会不会占到 可是后来 后来有学到一点技巧啊 就是你在那个屁屁缝啊 有没有 你在就像你平常在 小便玩 我这样讲会不会太直白了 男性观众请勿耳朵 就是你擦的时候 你就顺口在那个屁屁缝 在阴阴道口啊 那个筋血流的那个地方 塞个卫生纸 然后再垫一下那个卫生棉 我自己是没有用那个卫生棉条习惯啊 因为我不会用也不想用 对吧 我都是塞卫生纸啊 然后发现这样就不太会侧肉了 然后生理痛喔 我会痛 偶尔就是看那个月的生活习惯 看是不是有熬夜 然后有没有吃一些比较冰冷的东西啊 如果熬夜吃冰冷的东西啊 我会痛 可是大部分的时候 我不太会痛耶 但是我给你一个建议啊 你如果觉得说 生理期会严重影响自己的 国家考试的话 你就去算自己的经期啊 现在其实很多那种 算你APP的那个 生理期的那种APP啊 你去看 如果你的生理期刚好是在 国家考试那时候 你可以去妇产科跟他拿药 对吧 你就直接跟医生说 那几天你要考试 你有很严重 你有那个很重要的事情啊 所以看可不可以吃那个 眼睛药 或者是 止痛药 就是看医生啊 你要自己要去跟医生讲啊 讨论一下 医生会依照你的状况 看要给你止痛药 还是给你眼睛药 对啊 你自己去 就是 参考一下 好 那你是三等经建行政 经建行政就是 大部分都分发到经济部 跟地方的什么产业局 产业局 产发局啊 还有一些 地方啊 我经建行政 我一直想到那个土石材 杀石 土放 跟黑道有关的 你如果分发到别人那种 好之为之啊 最差最差 要有那种理智的打算了 因为那个工作风险非常高 我自己也有拿过 经建行政的直系 对啊 我那时候是刚好卡到 很幸运啊 因为我跟大家讲过 我有商调过 然后我本来是技术直系嘛 我就是商调到一个 经建行政的卡到区 在经济部啊 因为经建行政 就是经济部的那个 主要的直系 对啊 经建行政的直系 好 祝福你 哦 我觉得考上之后 就是看个人的造化了 好 加油 那再看看你有什么问题 欢迎你再写信给我 好 我们看下面 喂 狮子与羊 羊羊 站长你好 谢谢你出了一集 关于全职妈妈考生的内容 妈妈考生受益良多 我在接触你的podcast之前 就已经买了补习班寒寿课程 因为我没基础 目前请育婴嫁在家照顾孩子 明年家人能够帮我雇半年 让我当半年的全职考生 哇你家人 好棒 之后要继续回去工作 我的读书时间 依目前白天读书时间 只能几出一点点 只有晚上会熬夜读两个小时书 接下来会全职读书半年 请问温书法跟课写考古题 呃 您建议如何安排呢 谢谢您的回复 也谢谢您做了国考一站 祝福您尽快与老公见面 孩子天天像天使一样好带身体健康 哇洋洋 你的文字让我起鸡皮疙瘩 哇 好 呃 我做全职妈妈的 的专题的集数 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全职妈妈 我知道妈妈的那种 怎么讲困境啊 简单说啦 虽然说现在说什么扫子货啊 要给育儿啊 什么津贴啊 什么兰娇级掰小了啊 不过我觉得我们政府对于妈妈的那种 环境啊 育儿环境啊 还有社会给妈妈的这种无形的枷锁啊 那种价值观啊 是非常非常病态的 好 嗯 所以我自己在当妈妈的时候 我其实是很不开心的 我上一集应该有跟大家讲 我是很不开心到我的情绪啊 我无法控制自己情绪 我要吃药 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啊 因为我找到自己价值啊 我找到自己的价值就是我开国考一站这个频道 所以我很非常感谢大家啦 你们谢谢我 我也谢谢你们 然后我也很感恩 我脑高啊 因为我实际上跟他说 哎我现在花钱请小编耶 我都自己掏腰包 掏荷包 在花钱 完全没有收益 没有卖东西 没有干嘛的 然后 我脑高就一副无所谓啊 因为 说穿了啊 国考一站所有花费 对 像我自己我有买我的书 到处去打书嘛 买公关书 到处去寄 寄给人家 打广告干嘛的啊 那都是 温老高给我家用啊 我在哪这些家用来用 来做花费的嘛 但温老高就淡淡的跟我说 啊你不做国考一站 你要做什么 对 我在做国考一站之前 我是无所事事的 整天找我温老高吵架 对啊 那时候他在日本啊 我就 就没事就找他查 我就说你看 我以前的同仁 怎样怎样了 升科长了 为什么我只能在家 帮你带小孩 为什么不要觉得站长 这样的好像对于什么事 都云淡风情 没有 我也是会嫉妒的 我也是会 会跟同期的 以前的同仁 同事同学比较的 嫉妒之心 人人皆有 这是天性 嫉妒这种情绪呢 嗯 他就跟喜怒哀乐一样 每个人都有 所以我是很坦白跟大家讲 啊 然后我知道 妈妈的困境 所以我做妈妈的这一集啊 而且我知道我的听众啊 还有我的书有 买我的书 非常多的那个书有 书米是 妈妈 他们其实都有私下 私讯跟我讲 就很感谢我开这个频道 写 写 写信啊 看我的书 对啊 甚至还有 我印象最深刻 好像有一个 是跟我说 他 他听我的节目 看我的书 看到哭 然后 呃 怎么讲了 做家事哦 甚至晚上睡不着 说 他在听我的节目 这是一个妈妈 对啊 他说每天带小孩生活 真的让他觉得快爆炸 好 杨阳 我觉得你 你蛮幸福耶 但是 你的问题其实很单纯耶 嗯 你的 现在的 念书方式啊 书 请饶书 我讲得太直接 你的念书方式 跟你的名字一样 太温和了 我希望你能够有一点 多一点狼心 你不知道 念书的准备策略方法 请你 请你 把我之前 我的podcast的 听完 你如果觉得podcast的 太浪费时间了 请你看我的书 站长 写的那本书 关于国考 你不知道的那件事 其实里面已经把 所有准备国考的 基本功 尤其是深论题 交代的非常非常清楚了 准备任何的国考 就是九字真经 买书 念书 请做考古题 还有破解 独门暗期 你只要搞定考古题 跟独门暗期 你一定上榜 然后你 你就是问说 你温书法跟课写考古题 你建议如何安排 我跟你讲 你如果说 只剩下半年的 全职时间的话 我跟你讲 我会花半个月 把书翻完 看完 而且这个书 我建议你用教科书来看 你不要用补习班的函数来看 你用补习班的东西去写 分数不会高 这个我在节目中 有一再的强调 因为你要自己去考量 出题 国家考试出题老师 他们都有写自己的书 他们写的书就是教科书 你自己 你应该有在社会工作过 你也知道社会大学嘛 你自己去想想看 换位思考 你今天假设是国考的阅卷老师 你自己有出书 可是这个考生写的是补习班的东西 你会给他高分吗 或者是我讲这样 我比喻不太好 你现在改两份考卷 你是国家考试的那个委员 阅卷委员 你改两份考卷 一份考卷是写教科书的书 那个教科书刚好是你自己写的书 你一份考卷 是写补习班的东西 你会给谁比较高分 你自己去想想看 希望你可以理解 理解我想要跟你表达的那个意境 因为我一直在强调 准备国家考试 你要从人性的角度来准备 你要了解阅卷委员 出题委员他们的想法 他们想看到的答案是什么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 我刚刚跟你说 如果我是你蹭半年 我会花两个礼拜把书翻完 书翻不完 我就直接看标题就好 看大标题 然后 我其他的时间 有五个半月 我会狂写考古题 狂写考古题 至于怎么准备考古题 我的书跟我的podcast都讲了 你要加油一点 有问题再来问我 好不好 羊羊 好我们看下面位 Terence 小弟准备国营事业 柳基您好 我是圈圈 于109年开始准备经济部连招 想考上台电职员电机类 那你应该是电机器 是个 是个 兼职考生 平日在新竹有全职工作 且工作长加班 逐科工程师 因此会利用假日来准备 一开始以报名TXB 寒寿一年期 发现补习班课程 在考试前是无法上完 想当然了 必定考挂了 第二年被考 遇到疫情 工作的事情更忙 进公司都要很晚下班 居家上班则是有接不完的电话 跟报告 在半导体产业 此时是个空座黑暗企业 你家哪一家公司 半导体 好 因此第二年的考试 人是不理想 今年进入第三年 被考 工作一样很忙 由于我很想考上台电职员 今年8月 先从YT YouTube 搜寻 关键字国考 看到你的国考驿站 发现你有Podcast 这个平台对我来说 很方便 平时工作要看电脑一整天 下班后 常感觉眼睛很累 此时可以用听的来准备国考 真的让我受益良多 你每一集的主题都很棒 使我从第一集听到今天几数 已全部走过一轮 哇 好棒 真有狼性 发现QA 有些听众问过的问题 与我类似 有听过你之前的节目 便获得收获 最近考试的新突破 是我考中华电信 违运 通过笔试且复试完成 体能测验有通过 觉得口试清醒不理想 虽然复试前 有给你的国营口试 有听您国营口试的单元三遍 但人觉得自己准备不足 总之我已经尽力准备 口试能否合格 就交给主考官来决定 还是很感谢您国营口试的分享 不管这是中华电信 有没有上榜 我会参考您的备考 九四真言 买书看书 请做考古的题 来准备台电 刚买了部分考科的教科书 将会尝试写考古题 谢谢柳静的分享 小弟圈圈镜上 哦 圈圈 你的QA好长 哦 不错啊 你的学习态度很棒 我喜欢 战场也在竹科工作过 我在连电 8AB厂 那个石科 我在石科区 对吧 我知道那个工作 其实我那时候是技术员 就是女工 但是 那时候工作忙 忙就是货多的时候 对吧 我觉得压力最大的是 那个什么 那个瓶 那个瓶 瓶瓶 瓶瓶哦 我不知道那职位叫什么 我已经有点忘记 是叫瓶瓶还是什么 不管是瓶瓶啊 还是领班啊 还是每次开会啊 那个 那个上班前 他跟你说 啊 我们一片瓶瓶 多少钱 多少钱 多少美金 啊 你撞破了 撞坏了 或是你在人为操作疏失 你把要投入A机台的投到B机台 那个要怎样怎样的啊 那个你要扣薪水啊 你要乙工带什么的啊 代替你的错误什么什么的 对 压力超大 然后我还记得穿那个什么 穿那个那个那个兔宝宝装叫什么 无成衣啦 对啊 夏天 哦 我告诉我啊 尤其是那个 那个什么货很多的时候啊 那个 就产量很 很多 很高的时候啊 你们是只要拖完 那个无成衣夏天哦 都是那个小三位 哦 我没有小三位 我是汉位啊 哦 很吵耶 嘿嘿 好啦 就跟你分享一下 我 呃 说真的啦 竹科的那个 我那时候啦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 我那时候的待遇是真的不错啊 高中毕业一个月有拿到三万 真的算是不错 加班啊 对啊 好 你好像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你只是说你台电的那个 对啊 嗯 电机 我的前 我的前男友也是念电机 可是啊 他是 因为我念工业工程了 我那时候大学 他跟我说 那你就是公公 公公不知道要念什么啊 怎样怎样的啊 什么都念 什么都不专精 就很忙 看不起公公了 然后我想 好像也是 可是我脑高 我脑高 他不会这样 看待我 对啊 他就说 你最棒了 对啊 你为什么要觉得说 念公公是怎样怎样 你为什么要因为别人怎么讲 你就怎样这样 这样的老公很棒 希望圈圈你可以找这样的老公 不是啊 你这样的老婆啊 说错了 好啦 口试哦 我觉得口试其实就是说谎啊 对啊 应该没有人像我讲那么直白的 而且坊间好像有补习班在那个帮你加强口试的 我记得那个口试好像一次要一万 哦拜托那个钱省下来的 对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你只要看了我的书 我的书有一张在讲口试 或者是我某一集podcast有在讲口试 这样就好了 口试基本上就一个原则 就说谎 他要听什么 你就讲什么 越膨胀自己越好 把自己讲得越厉害越好 对 当然啦 要准备 不是说什么都没准备就膨胀自己 没有 他要问你是不是有做过 做过这个工作 好 圈圈加油 好 我们看第二 另外一个mail 对 mail的QA 站长你好 我是小花 站长你好 我是三宝妈 职业妇女小花 哇 三宝 好 请接受我的膝盖 太厉害了 之前有要考护证 感谢站长在某个程度上 强力支持 准备国考的考生 在很低潮时 有站长的声音鼓励 真的有心灵催化 那个信心像加油一样又加满 因为忙碌工作 照顾孩子 我都在晚上九点半到十一点才读书 最小的目前大班 所以还是挺如的阶段 要安抚好他才能顺利读书 我的小孩跟你最小一样 大班 大班好很多了啦 因为至少他听得懂人话 但是也因为无法做到自己的读书计划 可能太压迫 在八月时身体一直出状况 强烈头痛 到医院检查也没有问题 后来找中医针灸才略改善 上次在看完中医回来的路上 想起站长上周的podcast还没听 沿路开车回来试听 真的字字句句讲到心坎里 我决定身体先调好 读书就慢慢累积 用原子力量持续努力 也感谢站长可以在空中 支持着妈妈正能量的释放感恩 话说互正职缺改真少 当初选这个类科不知道对还错 为了孩子想说选最稳定的方向 小花 我觉得你的心态是非常健康的 从你文字来看 你其实很健康的 而且你有办法生三个 哇 真的好厉害 我自己生一个 然后都要我自己带 对啊 我都觉得我快爆炸了 我已经当了两年的未单亲妈妈的人 有时候真的累到我自己真的会 凶小孩骂小孩啊 对啊 然后我小孩现在就大班了 你知道大班那个年纪 是会跟你顶嘴的 对啊 然后 我发现啊 我的小孩啊 他会模仿我耶 对啊 模仿我那种不可一世啊 你知道站长平常的讲话 就是这么 这么chill嘛 我就发现我的小孩会学我 讲话也是这么chill 像 我有跟刚刚大家说嘛 他拿我的那个眼影在那边化妆 我就说你不要拿我的 那个很贵 妈咪去保养 买的便宜的给你 然后 我就看到他昨天出门前 他就在那边自己化 然后我就说你来干嘛 然后他就 白眼我一下 他说 你没看到吗 然后他继续在那边化 对啊 对 他连回答都不想回答我了 嗯 小孩长大了 嗯 我是觉得现在都还好啦 我比较怕的是 以后他青春期可能会更 怎么讲 青春期可能就已经管不动了 然后 被朋友口口看 对啊 好 小花那个护证的那个职缺很少啊 但是 嗯 你既然决定了 你就坚持下去了 然后策略要对 对啊 你自己去看成绩啦 决定要不要继续考啦 以战长的角度来看啊 我如果选考的话 我会看录取率啊 但是你 你如果是考两道护证啊 是因为要离家近 要因为孩子的话 那 无可厚非 但是 我先给你打个预防称啊 你如果要考护证的话 那好像也不是 自己可以选 要填哪里的 却就可以填了 除非啊 你名次很前面啊 对吧 好啦 不管怎样啦 战长在这边祝福你啊 加油 然后先把自己的身体调好 每天有看书就好了 尽力做到就好了 对啊 就是原子习惯啊 因为我 我自己的书 或者是节目 好像有讲过 你只要是全职妈妈的话 你刚开始念书啊 一天只要念半个小时 就要投销 然后再慢慢的 把那个念书的时间累积累积 念半个小时 等到小孩子上学了 有时间了 再把时间往上加 加到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这样 然后 战长再给你一个江湖锦囊啦 赶快写考古题 你越快写 越快考上 加油 战长祝福你 下面位 想索取声论提示卷 战长你好 我是去年第一特四等技术类科上案的考生 原本打算继续考三等考试 但是去完集中食物训 加上工作几个月后应考量业务性质冷门科系 开学极少 非本科系需要读完 以前没念过的三个专业科目 以及自己个性因素 所以决定改考地特 及高考行政 平时上班通勤 听Podcast 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受益 两多对于专考之路 也有一些明确方向 另外也想跟你索取声论提示卷 谢谢你 小陈 抱歉大哥 小陈 我刚刚 我已经寄给你了 寄给你那个声论提大案卷了 然后 你已经考上四等了 技术类科了 对吧 我们没什么问题 其实基本上有考上国家考试的人 大部分 有八成九成都已经知道 我国家考试要怎么准备了 对吧 对这部分站长没办法 就是 站长可以给你的建议其实不多啦 那 就是在公家机关 低调做事 低调做人 然后你如果还要继续考的话 更要低调 因为有些人 那种万年约聘估啊 或是万年的普考 他会去打压你 这是我的经验啊 给你一点参考 好 小陈 加油 我们看下面位 谢谢站长的国考驿站podcast 柳基你好 我是圈圈 9月10号 有在applepodcast 留下五星评论 有有有 圈圈 好 谢谢你的中秋节快乐 你祝我中秋节快乐 你要跟我说什么 很高兴 能够找到国考驿站podcast 谢谢你幽默风趣的节目 带给我 兼职考生很多鼓励 也希望你别被酸民影响 要朝自己的理想迈进 彼此都在啊 加油 好 圈圈 谢谢你的祝福啊 你已经有在那个啊 applepodcast的留言了 我刚刚已经念完你的状况了 而且你说你已经比试上了嘛 指日可待啊 对啊 很厉害啊 因为 主客工作真的很忙 超级爆装忙 除了忙啊 压力又超大 每天在那边开那个检讨会议 超烦的 对啊 嗯 好 好像还有一点私讯哦 嗯 我在这边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哦 你如果希望我在节目上 念到你们的 问题的话 尽量就是 嗯 在applepodcast的留言 或者是 是写没有过来啊 对啊 这样我才看得到 好 那个 小梅 对 小梅我是准 嗯 小梅这个 小梅私讯 你好 我是准备高考一般行政的 但亲妈妈 请问政治学怎么准备 谢谢 呃 其实基本上啊 站长给你两个建议 一个就是 呃 因为你问的这个问题 非常的基础 就一样啊 九字正经啊 买出念书 请做考古题 然后 准备好独门安琪 其实 呃 政治学独门安琪蛮多 因为他会考试试题啊 如果你对于政治学 不知还不知道怎么去准备的话 我建议你网络上有一个名师 哦 网红名师叫方燕君 哦 你去 Google一下 然后 他自己也有在做网路上面的一些 什么 网红教学 什么 那种podcast 网红教学 你可以去查一下 他其实贡献了非常多政治学的东西啊 啊 好 小梅加油啊 嗯 还有吗 我看一下 好 没有了 哈哈 好 大家请见谅 因为那个私讯太多了 有些是问问题啊 有些是 跟我在哈拉的 对吧 我只是看到那个小梅 好 我好像把 晾在那边 但是因为他不是写信来啊 对啊 好 我等一下要跟我小编先开会 然后 嗯 今天是学校的家庭 是要去做学校 那个仓房 我们这一集时间 都就到这边了 我等一下准备一下 去洗个脸 刷个牙 我还没刷牙洗脸 今天就先这样了 好 下集见 拜拜